第一名就是我們的 海星銀行 綠狗卡 有沒有人答對 誰是第一個答對了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叫羅佩穎的是不是 大家拉到最上面去看第一名就是他 就這張卡片 真的很厲害 我其實很好奇說為什麼大家會 選這張卡片因為 他其實不是信用卡 那我今年度的話因為 王道銀行有很多很好看的卡片 有 就是一直發行 所以我才想說 那 也把簽帳金融卡放進來 結果千萬千萬一進來你看 一張 兩張 三張 有三張都是簽帳金融卡 反而我們信用卡的部分就是 整個就變差了 對啊 我看一下喔 小冰華說第一名 對 小冰 遠東海米狗 哇 米狗卡 歡呼 出乎意料 陳如雅 對 那個Naomi說白狗還是可愛 還真的是這張卡片 蔡崇安 Naomi 王道的柴犬很可愛 沒有錯他們當初也有就是請我來 就是做介紹 這樣子 那時候也拍 也是蠻有趣的 好 所以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張卡片 他的那個得票率基本 好他的 得票數一共有34票 一共有34個人選 這個 Richard綠狗卡 這個 真的很厲害喔 大家都喜歡他 對 非常的可愛 把它放在這邊 好 然後他的得票率是8.7 每100個人 就有8個人選 所以 這個 真的是得票率很高 而且他跟第3名就是 看一下 第3名是33票 第2名是33票 第1名是34票 所以 有33個人喜歡 很黑卡 是最漂亮的 這也是我們就是 銀行期中卡的時候的第1名的卡片 然後現在 這個銀行期中卡 過後沒多久一個月 我們綠狗卡推出來之後 他就把這個 幹掉了 這個台積銀行真的很厲害 這個綠狗卡真的是還不錯 大家都很喜歡 對 也恭喜他就是實至名歸 就是拿到的定義 我們來看看大家就是各套意見 看一下 台積銀行 Retra綠色 簽上金融卡 好看 好看又好用 很可愛 很漂亮的綠色 所以大家覺得這個綠色是很漂亮的嗎 跟這個 PZ Home的這張卡片比起來 他的綠色是比較 比較深一點 就像Tiffany Tiffany的綠色 你要換綠狗卡的話很簡單 你就是 上官網 然後就是 進行就是所謂的兌換就可以 因為當初他有推出這個功能 就是可以讓你免費兌換 所以我也是第一時間就做兌換 而且寫文章跟大家分享 不錯 這張卡片的優惠之前也有分享過 就是 如果你是新戶 就是台積的全新戶完全都沒有信用卡 這張卡片今年還是一樣可以拿 50塊錢 然後 好像是可以連續拿10個月 是不是 然後每一次就是 就是 自動加金500就回饋50 就是10%回饋 真的就是 不錯 所以大家就是 台積新戶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可以趕快把它辦下來使用 再來講說 俏皮療癒 可愛簡單 注射風 設計很有質感 其實台積銀行的 他 其實我目前覺得他最強的那個 所謂的數位銀行產品就是這個 Rechard 那他其實整套都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加上FlyGo卡 他整個就是 非常的厲害 對 這也難怪說 就是大家都這麼喜歡 尤其他們的APP就設計得非常的漂亮 喜歡湖水綠在街上可愛的Rechard GoGo 因為喜歡綠色所以看到綠狗就辦了 所以真的有人是覺得這個綠口 就是真的是 好看然後就這個顏色喜歡就辦了 應該是有這樣子 他這個陳宇凱說 APP真的不錯 他其實也是目前所有的數位銀行裡面做的最好的銀行 所以 也是實至名歸 大家也寫說他的現金回饋不錯 然後有Rechard特色顏色強免 然後 APP設計人性化 Color Cute GoGo GoGo卡封面一直都很討喜又很可愛 連身盤不喜歡綠色系的朋友都接受了 所以這個不錯 Rechard姊我也可愛超愛黑狗 會發亮 打開錢包看的心情很好 所以 基本上這張卡片也是我的常駐錢包的卡片 因為我自己的錢包基本上就是 會把他拿來就是 拿來做提款 不錯然後我自己的NA也是放在裡面 然後 這個Coco卡 Coco卡也是我自己的常駐信用卡 因為他之前有iCache功能 零 層 擠 我只有白狗沒有黑狗跟綠孔 沒關係你可以去辦 對 那個阿湘 因為綠狗跟台心有交集 但也因為綠狗 10%不能辦信用卡 我個人覺得說如果你自己主力是在這個 所謂的 這個 綠狗卡 就是所謂的優勇卡自動加值10%的部位 那我覺得你就 因為我的綠狗卡好難去 不見 沒關係 基本上就是你就可以留著嘛 因為10%就是比較好啊 假裝他是綠狗卡好不好 你這個綠狗卡很好用你就把他留著 你就不要辦台心信用卡 台心信用卡回饋 不過有一個在擠他擠他而已 綠狗卡我真的覺得把他留著用比較好 不要辦台心信用卡 沒關係 綠狗卡放回錢 原來我都放回錢包了 我的天啊 我都忘了 OMG 我真的是有老人痴呆 剛剛就是順手就放一放就沒了 原來如此 所以呢 我們這次的就是觀眾票選 就是已經出來 然後我們今天已經 就是拉賽拉太久 已經講了一個半小時 對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很開心 這個可以拿起來 因為後面都沒有整理 好 非常的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呢 應該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信用卡 我們都可以分享很多的信用卡